南达科达州联邦参议员迈克朗兹 8月17号提出一项法案 禁止中共购买美国农田和美国企业 声明说 保护美国农田 对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这项收购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因为它允许中共密切监控一个 非常重要军事设施的行动和通军 朗兹指的是中国富丰集团 购买北达科达居民的土地 而这片土地距离美国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只有大约20分钟车程 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是美国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所在地 也是新的太空网络中心 迈克朗兹发推文强调 该法案将阻止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和伊朗 在美国购买农田和农业企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01综合报道